救命啊 这就是爸总和小竹娘的恋爱日记吗 霸道总台竹男一出场 眼神真的就粘在了青春小白花文君身上 移不开了 你们平时做饭吗 就是文君做的会比较多一些 对文君很会做饭 我们就是打打下手之类的 他对文君的好感真的也太明显了吧 甚至为了能和文君有更多的接触 他以帮忙为由硬是留在了厨房 大概要多少 整罐留进去吧 整罐 为什么 这是香草夹 一次夹 因为书男本身也对食物很感兴趣 所以对小竹娘一样的文君非常喜欢 但最终他来确认自己心动的 是文君在谈吐间展露的素养 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这些青汉 我以为青是那个不负青来不负君那个青 汉就是那个汉潮的汉 爱情你要害的话就是对你的那种祭祷 不管是文君那嫌弃的气质还是富有内海的内力 都让书男爱得不能自己 第二天就邀请他和自己进行私人约会 我教你打 走自然自然的往前 好像 我很自然 原来外表那么精英的书男在爱情面前也会轻松的那么可爱呢 但因为文君那落落大方的态度 两人的感情还是逐渐开始升温 你要不演示一下我看 可以 就这样子 嗯 起初去就好了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为什么你能飞起来呢 对 就是我们就动手腕 别看书男刚刚那么笨拙 实际上他还有很多的小巧思 为了不让这次约会变得太过平庸 他特地设计了另外的惊喜安排 我们来玩个比赛 看谁先把球打到那个洞里面 然后输的话答应对方一件事情 诶 什么事情 自己决定 自己决定我们 而书男接下来的操作 这段完美诠释的什么叫做霸总丑心 你不要这样看 这个怎么打都劲啊 嗯 那你打了 你故意的吗 你故意的吗 这一波操作直接让两人的亲密 又遇上了另一个台阶 看着气氛正好 他也慢慢的叫话题 往感情方面移 最后聊到了文君昨晚给他的心动性内容 你没有看出来是在夸你吗 没有 就是比较清新啊 比较淡雅的那种 哈喽 哈喽 我去要直接一点 然后不然我可能 那我怕直接会吓靠你 怎么说 就 就是 看文君的脸色就知道 他的这个忧郁可不是在害羞 原来他的信号写的那么含蓄 都是有理由的 你对我有好感 那我知道 当别人有点 迫使我的时候 就是我是有点 就是有这种担心 是吗 嗯 你觉得对方的直接 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印象 三观契合的对象很难得 但就是这么想 这样的人做了一头稳住面前 直接挺好的 所以 对 我就直接给我 直接要的讯息 所以我就觉得 有时候可能真的没必要 是因为一个人 就改变自己的方式 可能只是那个人不喜欢 你看就有喜欢的来了 就是这次约会 促进了两人的心意相通 于是这次约会结束后 这两人的相处方式 已经变得秘密调友的程度了 你好 你要一起拿吗 啊 一起开 好 那 别 好 妹妹手牵手去得了 真的是爱妹妹走不了 看着他们这羞涩又甜蜜的样子 毫无疑问 这两人的心动性都选择了对方 真的太甜了呀